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图熟悉中国市场的水性 但他还是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创作上 归根结底 他骨子里还是个创作者 还是那个我们两年前初见时 导臣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 而这次在CCG上 他还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关于新作品的惊喜 而他也想通过我们对广大读者粉丝保证 这只是个开始 Billy Chan以下为专访时录阿部Channel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自己和唐曼文华 Billy Chan 英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Billy Chan 我同事漫画行业 已有27年时间 最初是在Ematic Comic 随后进入漫威漫画 之后就是DC 在此期间 我大概画了超过200本漫画作品 其中包括X战警新复仇者联盟 蜘蛛侠 绿灯侠 以及星超人等等 几年前 我来到中国 两年前 我创办了唐曼文化 想打造我们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 中文大家好 我是Billy Chan 我是一个美漫画师 画了大概有二十几年的漫画 从Billy Chan开始画了十年 后来又到漫威画了一些系列 比如说X战警蜘蛛侠新复仇者联盟 X23各种系列漫画 后来又到了DC漫画 几年前呢 我到了中国大陆 两年前 我成立了唐曼文化 想打造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宇宙 Hobchannel 从画师转型为领影者 有哪些完全不同的转变 你是怎么适应这些转变的 Billy Chan 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一个是从画师在自己的办公室 基本上一天下来除了你的太太以外 都不会看到什么人 到成立一个公司后 每天要接触的东西就很多 然后我觉得艺术家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内向 他们愿意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沉入他们自己的画作 做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 而这个外来的业务方面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就会比较难 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挑战的 还好呢 我也有一位我的公司搭档 他就会担起商业上的责任 那我是比较专注于艺术上和制作上的一些责任 Hopchannel作为亲身经历过美国和中国市场的创作者 你认为从创作角度和市场角度而言 两者有何一同 Failetan不同的地方也很多 刚才我在演讲时 有说了几点 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地方吧 一个就是中国的创作环境是非常快 这个是美国做不到的 刚才也有说到 当你创作这么快的时候 质量是会受影响的 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画风 讲故事的方法 可能美国讲故事的方法 他们穿插故事线和时间线都会比较多 故事的节奏也比较紧凑 日本的讲故事方法 或者是国内的叙事方法 可能一线走到底 慢慢的衍生会比较慢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东方的习惯 然后相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相同的地方吧 我发现很多创作者 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的话 他们是愿意把自己更好的作品展现出来的 Hop Channel之前你曾提过 将美漫的创作方式 融入到了目前作品的创作中 可以具体讲一讲是怎样的融合吗 这个其实我们也在摸索中 在不停的探索 怎么样去把它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我们想融合的是西方的概念 超级英雄这个概念是一个普世价值 无论你的地球哪一个角落 大家都会认可这个价值 但是中国可能最接近这个超级英雄 可能就是武侠这方面 我们不能够把西方的套完全搬过来 比如就是把服装底裤穿在外面的角色设定 放在中国人上 这有点不太接地气 所以我们都会尽量把中国的一些生活习惯 一些文化背景参与到超级英雄这个主题里来 Hot Channel 听说腾满文化将有重大事项发表 请把握机会对着镜头 好好向粉丝宣传吧 Billy Dad 你们不知道我多想告诉你们 但无奈我不能了 真的哦 这个其实我非常想告诉你们 但是目前为止还不能够透露 所以请你们敬请期待哦 谢谢 Hot Channel 你好像忘记说 关于他太英雄的消息了呢 Billy Dad 哦 对 我们很快的第二个作品 他太英雄 即将在腾讯动漫独家连载 7月19日 这是一个很时尚的超级英雄恋爱故事 我相信读者 尤其是女性读者会非常喜欢 请你们多多支持 到腾讯动漫收看 谢谢大家 和他英雄海报 本文由Hot Channel独家撰稿 未经许可谢绝转载 E-M-D-A-N-I-M-A-T-I-O-N-V-I-S-U-E-L-E-F-F-E-C-T-S-G-E-M-E-S 谢谢大家